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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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立會家人 大家中文豪 今天你看 從北部的中部的 還有嘉義高雄 唐南 有沒有屏東來的 給他們一個熱點掌聲好不好 我覺得你們在現在是最棒的 有沒有哪個重要 如果這場會議有兩個飛馬出現 這場會議就很重要 一年就24個飛馬 對不對 我們不要管人家哪不哪 這個事業是自己的 今天請問一下新夥伴第一次參加 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哇 這麼多啊 給你們一個掌聲 我想說新聞有這麼多 我還是要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瑞威三十八 傳達湯北戶集團的何嘉欣 我來自台中 我之前的行業就是算是企業 也開了兩間工廠 你想說開兩間工廠 為什麼會來做直銷 很多人會覺得都說我說 說我瘋了 我說如果瘋到三年五年 我一個收入會一千萬 有沒有很值得 有 一個瘋子一個月賠一千萬 你覺得是 那瘋得很好對不對 大家我是不是沒有神經病對不對 對 好 今天談市場 其實市場 有些人會講說 那你直銷就是找人頭啊對不對 就是很會推銷很會罵 那瘋子 既然他是你看秋林孔雀獎的公司 公司 公司是不是很棒 我們是國際公司 是不是 全球有十二個國家對不對 全台灣有十四家分行 你看 你看哪個直銷公司 有這麼好的優勢啊對不對 還有第二位就是和美蘭孔雀獎的 產品 產品棒棒 其實產品會說話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朋友跟朋友講產品 因為大陸人對心態都會覺得 你來我家你講產品 你就是想賺我的錢對不對 對 今天這個主題 市場來我講是最在人 真的 我們去他家就跟他講 找你就是想讓你賺錢嘛對不對 第一是人嘛 第二是錢嘛 不然我來你家 你又不做 你又沒有錢 我找你來幹嘛 找你來吃飯 我也不需要拜託對不對 我們其實做立會 真的有很勇大的底氣 除了底氣 你自己都不夠優秀 你憑什麼跟人家講 其實我當初 其實我也是一個朋友啦 還是很感恩他眼神 胡雅成 他就是跟我陌生認識 引導我這個平台 但是他當初 他的收入超20萬 他可以影響到我嗎 沒有辦法 所以為什麼會議很重要 他就是把我到臨近營 軍院飯店 其實那時候我看軍院飯店 我想說 如果一個人住到軍院飯店 住了五年 一個月也要說總統套房 一百萬就好了 一年是不是一千兩百萬 你乘以五是不是多少 六千 我就想說我投資一百萬 賺到三分之一 有沒有很好 如果到座你們每一位 你們三年五年 投資一百萬可以賺兩千萬 你覺得要不要六點起床 要 其實今天還是要很感恩 真的 徐欽良飛馬山 跟江貝這一口雀 他們為了這場會議 他們已經一個禮拜都沒有好好睡覺 還有包括他在斗六這邊的團隊 給他們一個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真的非常感恩他們 就是因為他們的付出跟努力 才有辦法讓我們今天 住到這個很溫馨的環境 今天當然了環境是很重要 最重要等一下你們不要聊天 也不要打瞌睡 如果你們都聊天打瞌睡 我五分鐘的結束好不好 如果你們認真聽 我一定今天會把我的秘房多多少少 因為我是這一個殘達康美部的 徐欽良飛馬山 我一定會讓你們帶一些東西回去 好 那我還是要讓你們知道我今天的主題吧 就是炸造輝煌 其實很多人講說 我已經70歲 為什麼還要炸造輝煌 其實80歲 我跟妳講還要炸造輝煌 為什麼 你是問你自己做耶 你能活到80歲 你活到這個世界 你有沒有意義和價值 如果你今天30歲 你全身都是病痛 你活到什麼意義 對不對 其實我們人都為自己也活 這個事也是為自己也做 也不是為你的推薦人 也不是為你的團隊某某做 所以你說你的團隊的領導人 比如說推薦人 他不幫你沒有關係啊 就像我今天我站這個塔上一樣啊 我的推薦人他又沒有給我掌聲啊 但是我依然還是上塔對不對 如果今天是我我的夥伴 他在塔上講課 我不管能不能幫到他什麼 我最起碼給他掌聲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你們在內衛 好 樹冰莫馬 爭戰四方 打他市場的潛力和能力 這個怎麼樣 你們大家自己念好不好 對 對 真的對不對 我只要跟你講啊 比我這樣子一路走了二十年的生意 我沒有看到一個生意 可以這麼好的 為什麼 利惠他雖然是直銷公司 但是我們的經營方式 從來就沒有用利惠 就是從來沒有用那個直銷的方式做 為什麼我們去市場 很多人講到直銷 就瞎怎麼樣 趕緊躲廁所 趕緊跑 或者趕緊電話就掛掉對不對 其實沒有關係 這是正常的 為什麼全台灣的直銷 有無法做金 一定有人把市場做壞對不對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從我們自己本身開始 就是把我們自己做到很優秀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會吸引到對的人 如果你今天 你來一場會議 你會覺得很辛苦很麻煩 請問你有團隊嗎 沒有的 你只是在罵產品 就算你今天很幸運 你罵了一套85880 這一套全部給你賺好了85880 下一個月隔一年 你就會怎麼講 死在沙灘上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會跟你想要罵產品的對不對 所以會有沒有很重要 這是從新加坡開始 到馬來西亞一個小鎮 就是鳥不生蛋的地方 大三角 因為今天有新人 我還是要簡單去描述一下 就是要十平公里的小鎮 為什麼呢 因為那裡有幾位肯和公司配合的人 配合有沒有很重要 其實你看 如果你今天你都不配合 請問你的夥伴以後會不會跟你配合 對啊 對啊 我們就是一個人變兩個 兩個變四個 四個八個 對不對 所以你從零到第一 是不是很重要 我們就自己沒有人 我以前也是沒有人要跟我 為什麼這樣說 他們講一句話 他說 你就是兩間工廠的老闆 你隨便講講人家會進哪 其實不是 很多人看到人會怕 他說你可以我不可以 但是我跟你講這是錯誤的想法 就是把他一直帶到公司系統 帶到公司的會議 他久了看懂 他就一定會跟隨你 不是說你很厲害 是因為這家公司非常厲害 請問總裁 什麼時候要去卡公司 為什麼不去 他說No 卡公司不可以而信 不能一個人單打獨鬥 卡公司的原則 要有根基 一卡就要做起來 要做得到 為什麼 就像你今天 你做一個生意 你今天你要 怎麼講 你這個直銷也要做 那個直銷也要做 請問 眼睛怎麼講 葉黃素 還有膝蓋什麼 什麼都要做 請問一下 我今天跟你做 我到底要做哪一樣 所以我覺得 以我個人的想法 做利益會一家公司就好了 你只要把這家公司 做得好 把你自己做到精緻 其實你不要擔心 沒有人要跟你 人家不跟你 都有原因的 我們不用說什麼原因 每個人都有原因 所以 利益會就是不斷成長 不斷修正 吉隆坡就是兩週年 千人參加 震撼了吉隆坡 你看兩千位 就已經震撼了吉隆坡 你看 一卡十八不去吉隆坡 因為都沒有見證了 兩週年你看大會後 很多吉隆坡的人加入 開始有了複製的基礎 開始打市場 其實我們這個 利益會就是複製 你今天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複製就是什麼樣的人 為什麼常說 你今天 跟喝酒的人在一起 你久了是不是 今天拜拜 明天一拜拜 再後天一拜拜 是不是久了 是不是練習到 你的酒量是不是很好 來 另外也是 你一次進會議 一次進會議 你久了是不是 你就算沒有上飛嘛 你也上個孔雀 你可以孔雀 到塔上去當講師耶 如果今天你七十歲 你還可以在塔上當講師 請問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他有沒有因為你怎樣 驕傲 對對對 真的 我們做一個有價值的人 好不好 敬到這一個掌聲 因為他是從天的老闆 我一定會跟他想 他說這個事業很好 我那時候也很開心 我分享幾十個 沒有一個人跟我說好的 終於有一個人跟我講好 你看你就是一直不斷 一直不斷的努力 真的就會找到想要的人 一定要有基礎 一定要有結果 立會從馬來西亞大三角 有結果有基礎 開始從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很多 因為你看百萬的富翁 千萬的富翁 就到了台灣 你看我這邊簡單去講大過 我不會說一字 一字在直銷這邊 但是還要讓你們知道 就是一間直銷的公司 你看一般的直銷公司 是美國 日本 台灣 新加坡到中國 但是 你看立會 公司的發展路線 你們看 老闆是從 新加坡 台灣 日本 美國 他是逆向操作 你們回去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老闆要這樣做 立會不是要中國市場 是要國際市場 根據直銷協會 2021年統計直銷 4% 美國 加拿大 墨西哥 16% 歐洲 22% 日本 韓國 好 立會打 國際市場 你看新加坡馬來西亞 人口三千萬支 直銷只有世界的0.5 略位業績只在0.5 對0.3 我們只做了新加坡4億營業額 就已經下下降了 包括去夏威夷 我們做的是國際市場 我們一定可以做到 什麼人會進來 你看生意人 多不多 誰不想要做生意賺大錢 對不對 你看上市 上櫃公司 CEO 老闆會進來 因為數字太大了 他們都有機會 是我們的團隊的夥伴 好 國際品牌 新加坡馬來西亞 有無國際品牌 還沒有 但我認為瑞威已經是了 國際品牌LV 那瑞威要成為國際品牌 你看 瑞威要成為國際品牌 可以成為國際品牌 你看煮卡水的原因 有些 你看卡水 永遠煮不到 最多70度 為什麼 因為沒有那個環境 對不對 因為一定成為國際品牌 我們已經有環境 看見市場 看見商機 你看 這些剛剛你看那個 秋鈴孔雀 包括那個美藍孔雀 都有到他講 為什麼我還要重複一遍 就是因為 你看 從2015年到2021年 你光光看這樣子的 往上 你覺得市場大不大 所以 你們出去 如果有朋友跟你講 沒有市場 你就把這個東西秀出來給他看 一次還是不斷不斷往上爬 你看 好 我就簡單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們分享 第一兩 今天我要的主題就是 有兩個很重要 有沒有市場 怎麼樣打市場 好不好 好 你看 其實我 我人生地不熟 其實我邋遢歪 其實我那時候開工廠 我也不知道隨後跟我合作 開工廠要不要有上游廠商 要不要有下游的一些客戶 我一個女生隨後跟我做 問你 沒有人要跟我做 不能講 因為全部的人 你知道嗎都跟我講說 我做不起啦 一定會跳票 多可怕耶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你再投資下去的 人家跟你講 人家說 那個女生做不起來會跳票 你說周遭的客戶 他敢不敢拿 不敢 其實好 我跟你講 我就下定個決心 我跟他講 我絕對要把這家工廠做起來 真的 人就是你那個決心 下完之後 你不要管左右前後 我就是一字一字往前 你看 當我做到一年到兩年的時候 你知道嗎 很多的大老闆跟我講 要跟我合作 要跟我說什麼 合資 我剛剛講 我從老不想到合資 因為合資的聲音 就是什麼意見 對不對 沒有賺到錢 就掛東掛西 掛你們不行啊 掛你怎樣 如果賺到錢呢 分不均勻 是不是有人吵架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我不管能不能贏 能不能做錢 我覺得我做生意 我從哪都喜歡 自己做 我不要跟人家合乎 所以第一位是不是很很很相似 我們是不是獨自的老闆 對不對 對 你的推薦人只是跟你講 有一個商機 你要指望你的推薦人幫你上飛馬 那你就站好路上撲吧 當然剛剛講的是很嚴重 我跟你講 其實所有每一位 進來立會的人 你都是老闆 你今天 你自己當老闆 你有這麼好的資源 你看 瑞威38 你看林晶瑩的會議 還有全港康北部集團 許慶娘分法三的會議 這個是不是跟你介意 對 因為很多人講說 我去外面 我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講 你就把朋友 大的會議 因為老闆的思維 跟員工的思維 永遠不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 我跟一個上班人講 我剛剛講 這邊可以一個月 賺三百萬五百萬 他會相信嗎 他一定說我吹牛 對不對 但是如果跟一個老闆分享 在這邊 好 可以一個月賺三百萬五百萬 他會不會相信 會 至少會有人相信 對不對 好 我上個月的收入就七百 我不是要跟你們炫我有多厲害 是我覺得 我有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我觀光前兩天 去分享市場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你要不要跟我做沒關係 我說我上個月這樣的收入 我不真的有沒有滿意 我沒有秀七百的 我只秀三百八十萬 他說怎麼跟我講 他說這是我夢想的薪水 那是老闆啊 他也做醫療的 所以你當你什麼 我什麼立會會覺得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你真的把自己做到 是真真實實的做出來 其實你都不要怕別人 會拒絕你 會潑你淋水 他背後裡面 他一定會有一個疑惑 我如果沒有跟你 我是不是很可惜 真的嗎 你不要去怕 其實直銷沒有很可 對我剛剛講 沒錯是直銷 如果這樣子你有沒有滿意 我沒有沒有說 要拿什麼 拿槍拿刀 然後掛人家脖子上 你也要跟我打坐立會 對不對 我們甚至還會有空間 你要 好你就跟我做 如果不要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還是會做啊 對不對 其實你看 講到這些其實 第二就是 怎麼打市場 因為每個人打市場都不一樣 可能我身為老闆 我會覺得 如果一個生意 真的是做得起來的話 我就會去跟他分享 其實我當初 我的第一站 就是竹山 給竹山所有的夥伴 包括 新極領袖給他們一個熱量掌聲 好不好 他們這個給我就是很大的力量 我那時候去竹山 那個市場是陌生的 其實我去分享的時候 第一位的跟我講 他說 他就說 我不可以跟你做這個 我睡覺都沒有時間 哇 如果你們聽到說 這個人不跟你做就算囉 他說 我連睡覺都沒有時間 你會不會 你們在想法會怎樣 大部分都想說 算了吧 因為從豪中 靠車到竹山 南投竹山也有一個小時 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聽進去 我就當成 我的耳朵已經聾了 因為我覺得 沒有關係 我就告訴我自己 你何嘉欣 你既然投入立會 你一定要給我做點東西出來 不然我跟你講 自己都會逼自己 你就不要回家睡覺 真的 我就是這樣子 後來我 過了兩三天 我又去他家 他還是這樣跟我講 後來我跟他講說 好 如果這一套產品 你吃了有感覺 你再跟我合作 如果沒有感覺 好沒關係 那是因為已經沒有辦法 的辦法 因為我對我 對我真的是 就是那種 挑戰自我的勇氣 真的是 結果他真的 就很勉強 他想說 如果讓我吃吃看 但是 他又給我退回來 你知道很生氣 我想說 不用錢讓你吃 他結果 他吃了一段時間 人家說他變漂亮了 哇 那時候你知道嗎 他就跟我講 那你這個怎麼罵 我就說我不罵你產品 我就說我不罵你產品 我又沒有底氣 很很很很堅定 但我覺得奇怪 從他直銷街的人 都受罵產品 為什麼你不跟我講 你不要罵我產品 結果 他說怎麼做 我就說 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 我就把他大到三天兩夜 就是公司的會議嘛 所以公司會議有沒有很重要 真的每一場會議都非常重要 真的 我看百分之九十的老闆 都是會議想進來的 因為你沒有進會議 他們就會覺得是直銷 就會覺得在罵產品 如果你進了會議 你會覺得 哇 原來這個是複製的 原來是做企業的 原來是做國際的 他跟我講說 我還是沒錢啊 我說沒錢沒關係 我說我如果拿竹山沒有飯吃 我當家吃飯 就85880直接扣 我就想說我如果85880靠到吃飯 這個人一定會行程的 至少他願意跟我見面 我想說 可以見面就是一個好事情 我就從他旁邊找一個 哇 那個人吃了產品 他真的 他就跟他講 這個產品真的值得吃 哇 他旁邊講這句話 這個是林大哥 也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也很感恩他 他如果講了一句話 就讓我的竹山從第一大做到第八大 真的 你看 為什麼我會特意提到 他70幾歲 他把他的土地罵了 拿進一心 你們很感動 我沒有叫他 我沒有那麼惡劣 我沒有叫人家罵土地的 是因為我做的事情 產品有感動他 因為他跟我講他沒有現金 他已經有很多土地 他罵得很高興喔 他現在你看他的高血壓 遲遲也降下來 並他整個也年輕了五歲到十歲 你說市場 剛開始我覺得你們遇到的 我也沒遇到 還有竹山 竹山真的好多故事喔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很愛竹山 真的超級愛竹山這些 每一位真的喔 他們都給我很大的能量 就是在我 有氣無力已經快變焉一些時候 真的都是他們給我 那股力量說我又活過啦 真的那時候沒有人要跟我 他們都說 你太高了 你做大事業的我沒辦法跟 但是現在不一樣喔 我飛馬一個月就有很多朋友打著我 他說聽說你飛馬的上 飛馬一個月上 我說對沒錯 我都說你們沒有做 我還是繼續往前 我說你們站旁邊看 等到我上好飛馬 是不是只要九個飛馬九 對不對 我都跟他們開玩笑 我炸飛馬 為什麼這樣子講 因為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講這句話 我上了飛馬 我是不是九條線 我只要飛馬九對不對 哪一條線跟我比較願意配合的 我師父會協助他 會幫他辦會議 會幫忙他對不對 甚至 我可以市場談到的人 當然我跟他出去打市場嘛 我已經上飛馬了 我會談進來放到下面 知道好不好 對所以 欸現在你知道嗎 開門開始緊張了 不是我在緊張了 對啊 其實我不是我很厲害 我也是這樣子 一步一步一步 跟著許青娘飛馬三 我就看他怎麼做 我也是怎麼做 他公司的會議進去 我也進去 他自己團隊辦了會議 我覺得不可能不參加 因為我覺得你今天 你自己的爸爸辦會議 辦喜事 你都不想參加 你跟我講說你要做內威 我不相信 除非你真正是林雲峰 我不敢說 不然我跟你講 最後就是會照旁邊對不對 當然我們不能講負面 但是我講真心話 你看這個完成之後 竹山就開始不一樣了 就開始慢慢 就像燒卡水一樣 開始慢慢變熱了 就有一個老師 八十幾歲 哇那個更 他罵股票欸 近二星欸 還不是罵一次欸 第一次一星 過一個禮拜 又罵股票 二星 變二星 他看懂這個商機 他就是佈局 他就覺得我就是踏實 慢慢吃產品 慢慢分享 他身邊有一些退休的老師 他就想把這家 當成是企業老做 做起來 等到他九十歲 還是一把歲 他走了 他留下是什麼 一個被動收入對不對 像前段時間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怎麼跟我講 他說現好你那時候叫我 要佈局 剛好馬醫送你 再加上 現在的股票是不是跌得更厲害 但很感恩我欸 如果今天同樣一件事情 如果他沒有親自來了解 他是不是說 嘉欣很可惡 叫人家股票跌函去罵股票 是不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要打飛馬對不對 所以很多事情 好 都有雙面 我們看優 就是好的一面 不要看不好的一面 他現在喊喊吃的 他本來他的頭裡面有一個 那個鼻痘瘤 他現在還有以前他八十歲 他每天要在佛堂裡面 辦一把下 他以前辦三十下 他就沒有辦法了 他現在辦一把下他還可以 產品有沒有感動 有沒有市場 八十幾歲欸 你看我在挑戰飛馬 他喊跟我講 他說 我一定會過 所以竹山那些夥伴都覺得很奇怪 他又不是帥命的 為什麼說我一定第一關會過 第二關更會過 第三關那當然就不要說 更會過對不對 對 他都說 因為他是何嘉欣 我講到 就是他有看到我的power 我做一件事情 我沒有成功 我絕不罷休 包括我小孩子在這邊 真的 這就是我的特色 因為你今天做一件事情 你三分鐘的樂度 請問你夥伴進哪 他會成功嗎 不會成功的 大部分的人他不會說很積極的 就是因為我們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你看我剛剛 這個月第三個月挑戰飛馬 我團隊裡面就有一個 張大哥 張姓慶 給他一個樂樂掌聲好不好 他跟我怎麼講 他說 你飛馬過 我一定會來挑戰飛馬 哇 我很感動了 我這麼一年都沒有人說要挑戰飛馬 都是我自己說我要挑戰飛馬 人家七十歲 人家還告訴我 他要挑戰飛馬 他說我怎麼做 他就怎麼做 我來講說很簡單 找十三個老闆 來吃飯 沒有十三個我們八個也沒關係 五個也沒關係對不對 甚至兩個也沒關係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說 原來我們談生意都是在餐桌上 餐桌上 我是印到市場上 印在出來的 但是我已經 撞到滿頭都是包 但是我覺得我常跟我朋友講 我可以撞 但是你們這些寶貝不能撞 我怕撞撞 等一下 因為每個人 就像我閃下團隊的每個夥伴 我真的都幫他們當成就是寶貝 不管他今天是七十歲還是八十歲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相信我 他相信我的大領下 他一定可以在這邊 健康 可以讓他的人生更好 所以我真的也是很感動 我想說 我今天何德何能一個女子 怎麼可以影響到他們 就是因為有立會這家公司 特別有傳達康美鳳集團 許慶兩分馬上 再給他一個內地掌聲好不好 真的 講到傳達康美鳳集團 我也真的很感動 其實我曾經 我也沒有進系統 我就是我的 就是因為我沒有接觸到大團隊的大家長 其實我也是跟都快已經跌到谷裡面去的 如果今天你不小心跌到山谷裡面下去 如果有人要拉住你的手 你手要不要伸出來 你會覺得我在谷裡面 我不要上來我就死到這邊嗎 不會吧 所以在立會永遠都有問題 永遠都有挫折 是你自己有沒有想要那份決心跟意義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你自己要改變啊 如果你本來就是很懶惰的人 你是不是要慢慢開始變勤勞一點 如果你不是說很開朗的人 你是不是要活躍一點 積極一點 跟人家分享對不對 你就像冰箱裡面的冰塊拿出來 我一直到一碗冰塊兩碗冰塊三碗冰塊 你會不會最後你會不會沒有力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 我都跟我的夥伴講 我們講好話講正面的話 你講一句的負面 只是導致你自己被人家爬截 因為隔牆是不是有誒 盡量不要講負面 因為哪一個人沒有缺點啊對不對 我們看人家的優點就好了 我們不要在外面一直講 團隊大家長I know I know 你講他是不是貶提自己 那請問你是在哪個團隊 哇如果你講說傳達康美夫的 靠腰 我不要進傳達康美夫 所以我們你是不是要聰明一點 幫別人就是幫自己啊 因為我們是 我們每一位都是到傳達康美夫的閃向 團隊大家長旺 團隊大家長好 我們是不是跟著好 對啊 難道你希望別人家的爸爸有錢 還是希望自己的爸爸有錢 對啊 對啊如果今天許慶良飛馬山 他一年賺個不要說一億啦 八千萬好啦 他是不是會議也會多哪些錢來辦 對不對 就這樣想就好啦 難道你自己可到又不拿錢出啦 你又講人家不好 請問一下 那別人家爸爸媽媽那麼好 你就認別人就好啦 對不對 我的人是很有團隊的精神喔 也很有 雖然我在外面是很強勢 大理是很強勢的 因為我的嚴格 我希望他跟我就是成功 如果今天他到我嘉欽團隊 他沒有做起啊 甚至他沒有飯吃 我很痛苦欸 對不對 所以我都希望 你有沒挑戰飛馬沒有關係 你有沒上場去也沒關係 但是喔 例會說 低收入是多少 十萬對不對 所以 嘉欽團隊 我上飛嘛 你們每一位都有十萬以上 不然我跟你講 我出去啦 我跟你講我頭會淘不起來 這也是給我的夥伴一種鼓勵啦 因為你有朝那個方向 你就覺得 對啊 我們不要跟別人去比 我們跟自己去比 你看我以前做產品行業 他兩間工廠 最多最多一個月收入 你們叉叉看多少 兩間最多 這樣子好 不是飛馬五 最多最多 但是你知道哪 立會我還 剛剛接近兩年 好 我三個月 你知道多少嗎 幾百 對啊 你看 我是不是有故事 我這個故事 講出去 甚至跟一些企業的老闆 我就跟他講 我以前 你們說我以前很厲害 那我現在比以前 是不是更厲害 不要跟別人比 跟自己比 真的 自己就是最優秀那一位 把自己變成下一個冠軍好不好 好 對啊 就像你今天 你以前的薪水 比如說 五萬 八萬 如果你知道立會半年 努力之後 可以十萬 十五萬 二十萬 你是不是有故事 對 人家看到你打電 人家看到你的優秀 會不會把人吸引進來 對 我們不要一步登天 我們跟昨天的自己比 明天會更好 好不好 好 你看 為什麼 我在團隊的產校 我都會跟他們講 你跟我做 你就是要誤舉 很多人剛開始不諒解 他會覺得 你是不是想算我多一點 我都跟他講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 他說 結果上個月我十月十四號辦一場感應夜 我有邀請 六位三十八的團隊創辦裡面經營一下 他親自說 他說 他在馮運營在上 等於是前面 他一年去年收入七千六百萬 馮運營去年一億五千萬 因為他只有 以他沒有佈局 因為他有佈局 如果當五年十年之後 你一年的收入差一倍 你會不會吹行官 會 所以 我都想說 即使你現在 不理解我有沒有關心 甚至覺得 超不爽有沒有關心 多年以後 你還是會改 這樣就夠了 我不需要眼前 你說我有多好 當我讓你真正打得好的時候 那才是一輩子的 因為立會就是 一輩子的合作夥伴 所以我也希望 我的家人 就是我的家人 我的小孩 他二十歲 他也跟我來做立會 你想說這個事業 能不能做 我不知道 但是他會覺得 他在某一個領域裡面 他也是曾經的冠軍 但是為什麼他會從他的領域 跳到立會 當然了這一部分 因為時間 我也不會全部跟你們講 好 你想想看 你當你把你自己做到好 你的小孩會不會吸引進來 所以很多人想說 我小孩都不跟我 我都很想跟他開玩笑 你把你做到他想要 因為這個人生當中 就是想要過 第一就是有錢 也就是讓自己身份地位 在社會上有身份有地位 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一個二十幾歲的孩子 你可以開一條跑車兩千萬 不要說兩千萬啦 一千萬好了啦 他出去是不是跟同學去比 他是不是走路的有風 所以 大洲的每一位 真的你們要去市場 你不知道你會遇到誰 你沒有去市場 永遠就是零 你有去市場 總有一天 就會找到你的牽引 好 以上是嘉欣的 今天的主題市場 跟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也非常非常感恩 到處的每一位的聆聽 謝謝你們 因為你們 因為有你們 成打comment 你可能會越來越好 謝謝